华尔街电视新闻为您播报 前世界首富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 在日前一次答网友问的活动中 集中表达了他对很多问题的观点 包括加密货币是能直接致人死亡的技术 马斯克的超级高铁很难保障安全 经济危机未来一定会发生等 他还明确回答不会在2020年竞选总统 比尔盖茨在美国的科技论坛上有问必答的活动中 亲自回答了网友提出的问题 盖茨认为马斯克的超级高铁很难保证安全 他说我不确定超级高铁的概念能否讲得通 保证安全很难 同时他也表示看好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前景 盖茨还称私营经济对交通领域的创新功不可没 2017年8月 马斯克曾在自己的个人Instagram账号上宣布 特斯拉的超级高铁打破了世界纪录 列车时速达到了355公里 被问到对加密货币的观点时 盖茨表示 加密货币的最主要特征就是买家的匿名性 他认为匿名性实际上是有害的 盖茨说政府能够发现洗钱 逃税及恐怖分子的资金是件好事 而现在加密货币被用于购买毒品 所以这是一项能够直接导致死亡的罕见技术 当有网友对此指出 现金同样也能够被用于非法活动时 盖茨表示 加密货币比现金更易使用 匿名特征的现金也能用于这些事情 但是他必须在物理上实地地出现交易 这让支付勒索金更加困难 盖茨在回答中还称 我认为围绕ICO 也就是首次代码发行 和加密货币的投机风潮 对长期参与的人来说风险极大 关于经济危机 网友问道 在较近的未来 是否会发生类似2008年的经济危机呢 盖茨明确回答 是的 虽然很难说具体是什么时候 但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肯定的 但同时 盖茨也表示了自己的乐观 他称 我认为创新和资本 将会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改善经济状况 对自动化在未来10到20年 将会如何影响经济和人们的生活 盖茨表示 人们需要思考 针对可能产生的新工作岗位 教育培训应如何实施 但重大变革的发生 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盖茨称 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 自动化就开始提高人们的生产力 包括货运业和服装制造 通过软件 自动化还会继续加速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 应该如何就可能产生的新岗位 对人们进行教育 盖茨还称 整体自动化是一件好事 它能让我们最终不需要像现在一样工作这么多 但距离这样的重大变革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关于未来10年的科技 盖茨着重介绍了两项 一是电脑能够像人类一样理解文本 二是机器人能够像人类一样移动和操作 盖茨介绍 现在的计算机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 如搜索一些关键词 但实际上如假期事业家庭这样的词 他们应该并不理解 微软和其他科技公司都在为此研发 希望能创造有用的助手 现在视听和语音的问题已经大部分解决了 还有一项前沿技术 使机器人能像人类一样移动和操作 不过这项技术能否在10年内实现还有争议 曾有一项调查称 如果比尔盖茨竞选美国总统 很多人会投他一票 这引发了舆论关注 在这次问答中 盖茨再次给了否定回答 并表示自己现在和妻子 致力于盖茨基金会里里外外的工作 他表示 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角色非常重要 总统应该能长远考虑美国在世界角色 研究如何减轻医疗负担和花费 处理气候变暖问题 改善教育 盖茨也肯定了民间团体的作用 他说 人们对美国政府的期待太多 政府是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民间团体也可以做 很多政府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帮助学校教育 救助贫困中的人等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 华尔街电视新闻 感谢收看 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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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高